大家好,我叫永生,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 我的中文学习故事 在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影响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与挑战 让整个世界数以一计的人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尽管如此,我对中文的学习并未停止 学习决定使用网络授课的方式教学 于是,电脑成为了授课的讲台 一根网线,一副耳机,连接着讲台两端的诗声 就这样,我利用一切资源继续学习 并且在老师们的精心准备下 课堂总是充满欢乐 无论是讲声词还是讲课文 老师们都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很多游戏 可有意思了 老师们还准备了很多活动的图片和视频 介绍了许多有趣的课外知识 帮助我们在轻松中学习 即使那时我们只能在一方小小的屏幕里见面 即使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坐在同一个教室里 但我们仍旧对中文课充满热情 这样花乐的课堂 并不会因为屏幕的阻挡而停止 而如今,疫情已结束 我对中文的热情更加起劲 学习中文更加努力 我从HSK一级的水平 到如今HSK五级的水平 令我很欣慰 也让我对学习中文的热情 及继续学习的决心更加坚固 我从学习当中了解到许多的词语 我通过学习会用更多的句子 会用各种各样的语法 还能够看懂中国的电视剧 中国的小说 中国的漫画等等许多文化 令我非常兴趣和满意 让我感觉对中文一直有一种新鲜感 希望我学习中文的热情 将继续坚持下去 让我与中文与大家一起进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